这点我们看一下如何安装NDX 咱们使用的版本是1.10.0 首先咱们得下载它的压缩包 然后解压缩 这个咱们把它解压缩到USR下的Local下 我先把这个NDX的压缩包把它放到LinMix系统下 前贴 把它拷贝到USR下的Local下 使用root用户 cp 当前路径下的NDX 把它拷贝到USR下的Local下 进入到USR下的Local 这个NDX 这个压缩包就过来了 OK 那接下来呢 咱们看一下 在安装NDX之前 我们需要安装一些依赖 也就是NDX需要用到的依赖 首先呢 我们需要安装这个C++环境 这个之前咱们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在这就不需要安装了 另外呢 还需要这个安装这个PRO库 这个NDX 它要用来解析正则表达式 这个PRO库呢 我们可以在前安装 用这个 命令 OK 这个PRO库咱们安装完成了 那还有其他的依赖 下一个呢 就是这个ZLab 它提供了很多种压缩和减压缩方式 这个N这个词 它也要用到 所以说我们要安装这个ZLab的 ZLab库 那么我们再先安装一下 OK 这个依赖也安装完成了 那我们还需要安装一个OpenSSL OpenSSL 它这个主要是这个什么 这个 它是一个强大的安全套件自称密码库 包括了主要的密码的算法 常用的密钥和证书封装管理 等等 所以我们把这个也要安装一下 这次咱们已经安装了三个ZLab了啊 那我看一下这个C++ 看一下以前装过没装过 这个以前咱们已经安装过了啊 好的 这个是NJX的四个依赖啊 我们都需要先安装好 接下来呢 咱们就可以安装这个NJX了啊 安装NJX啊 咱们是这个首先要进行解压缩 Tat-XZVFNJX 加压缩一下 然后进入到解压缩之后的这个文件夹 NJX 在这个NJX安装之前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这个 DL CONFIG一下啊 进入到解压缩之后的目录 然后执行这个DL CONFIG 它默认是安装在 USR下的Local下的NJX 这个目录下 那首先咱们DL CONFIG 这UIE OK 好的 这个配置完成之后啊 接下来我们要进 还是在NJX 减压缩目录下啊 先进行编译 MAKE一下 好的 MAKE编译完成之后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安装了啊 MAKE INSTO MAKE INSTO 刚才说过了 它默认就是安装在这个 NJX这个文件夹下边 OK 那这个呢 安装完成了 咱们看一下 LS一下 这个下边 看一下 咱们啊 得进到哪里边去啊 LS 进到 来看一下 USR下的Local下 是不是有一个NJX 是不是有一个NJX文件夹 就这个NJX就安装在这个下边了啊 所以咱们进到NJX 来那怎么接下来咱们安装好之后 怎么启动NJX呢 大家看一下 它的安装目标下 它的安装目标下有一个什么 SBN是吧 那肯定是启动程序在这里边呢 CUNF是NJX的对应的配置文件啊 在这个下边 NJX默认的端口就是这个80端口啊 就是80端口 来那咱们进入到SBN 怎么启动呢 大家看一下 SBN下就一个程序叫NJX 我们就用它来启动 点儿都一样要加上 指的是当前路径下的NJX 就这样啊 就可以启动了 回车 那么看一下 这个NJX怎么就证明它已经启动成功了呢 是吧 我们可以浏览器访问一下啊 它默认的端口就是80 咱们EV很FIG IP地址是131 我在这边访问一下 在这儿 HTTP 192.168 当然了 你在Linux的系统下访问也可以啊 都一样 131 然后 车 连接充实是吧 连接充实是吧 Linux的系统下设计 O3U 那我们把这个看一下把防火墙关一下 这边的防火墙关一下 OK 再连接 来 来看一下啊 呃 你在Linux下如果有浏览器 在Linux下访问也可以啊 如果说你看到这个啊 Welcome to NJX 这就说明NJX啊 搭建成功了 啊 如果说你在Linux下有浏览器的话 你就去个localhost就可以了啊 他默认端口就是80 所以说你都不需要写端口啊 端口是不用写的啊 NJX默认使用的端口就是80啊 那现在就说明 看到这个界面 就说明NJX啊 安装成功了 呃 这个呢 就是NJX如何安装啊 这一讲咱们就讲到这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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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